删除了,如果做完同学,其实还可以练习,我们是问题01,其实在问题02这边有一个问题2的这个档,其实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这边就会有总共有A,B到F,六个栏位的资料,六个栏位资料里面,这个是文字,这个是数字,数字,数字,这个是文字,那一个编号,编号也是一个数字,那当然你可以怎么样,可以练习看看,怎么样快速把这些资料通通倒到, 那个MySQL里面去,那最后呢,当然我们会有一个第三阶,最后就是再把资料,目前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那个,我们的MySQL里面,我们的MySQL里面呢,目前有这些资料,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它全部删除的话,删除掉,因为我现在已经全部汇到,全部汇,我先把它全部汇过来, 全部汇过来,好,全部汇过来,最后我可能多做一个练习,就是再把它,MySQL的资料,全部清空好了,如果我希望我也可以将来有权限的话,那里面的资料可以清空,那该怎么清空,那其实,把它清空的方法不外乎就是说,当你可以利用那个,问题1里面的那个SQL, 当然也是一样跟他讲说,把它全部清空,delete from,有没有,其实就是这一句,后面不用会有,会有的话就是说,哪一笔记录你要删除,那如果说你是delete from问题1的话,那基本上呢,就是所有的资料呢,通通删除了, 所以按执行就清空,但是我们希望不是在,PHG,MySQL这边执行,而是我们希望在,这个,Excel里面执行,所以呢,这边的话呢,基本上,我也,把刚刚的程式啦,其实你会发现啦,把上面的程式复制贴过来,那其实改几个地方就可以了, 这个一样,这个一样,这个也一样,基本上的话,就是把那个SQL的语法,改成delete from问题1就可以了,刚刚是select所有的栏位,from问题1,把它改成delete from问题1,然后呢,做excue就可以了,不过不用call回来,刚刚这个是有把它call回来,因为delete之后就没有了嘛,没有了,就不用call,所以最下面那一行就不用,那最后的话呢,你再把这个地方, 再增加一个按钮,这个按钮的话,就是删除所有的这个资料,然后把这个重新再编辑一下,就是删除所有的MySQL资料,那当然删完之后的话,在Excel里面其实是没有什么改变,会改变的是MySQL,按下它,OK,我们来看一下,这时候呢,MySQL里面资料到底还在不在呢,问题1里面的问题1, 你会发现,里面整个是空的,因为刚刚被我们怎么样,用ADO,传立一个指令过来了,他就把它删掉了,OK,所以基本上,利用这个练习呢,我们就可以达到双向沟通的目的,所以那你可以一笔,全部新增,删除,所以我如果按全部新增,这些又全部倒过去了, 其实也瞬间,这样资料量多,然后再删掉旧的,OK,所以这个时候理论上,你再点它一下,它又全部又出现了,所以两边可以这样资料交换,那当然做完这个练习之后,也许等一下各位可以,如果时间,动作快一点的同学,可以试试看用那个,我们云端的另外一个,问题02这个范例, 那问题02这个范例里面,那还是需要先做一些前置作业,包含什么呢,包含就是说,你打开来之后,它这个地方的编号,预设其实只有1啦,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这里面的编号,我希望把它变成是4码,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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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函数就是TESEL 然后呢你可以怎么样呢 里面的VALUE 可是VALUE你要根据什么呢 当然你不可能用1 你可以用一个函数叫RO 就是用 从那个列小瓜糊 这个RO意思就是说 你根据啊你这个编号 是根据列就可以了 那因为我现在是第二列 可是我要的是1的话 那我就把它-1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由VALUE是由列来决定 那格式呢 我要试嘛 所以记得双引号 00000 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底下你就把它向下填满 你的编号呢 就自动完成了 OK 那这个地方我想 你就先利用这样好 然后呢再练习一下 再买Seql呢再产生一个问题2 问题2 里面的话呢也是练习一下 就把这些资料怎么样 做刚刚的动作啦 反正就不要 就反正这些东西啦 所以5个动作 再练习过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喔 那其实你如果问题1做得出来 问题2我想也是小case 而且你会发现喔 买Seql的效能 我是觉得 蛮蛮肯定的 因为 它整个跑起来喔 并不会让你有卡卡的感觉 效能各方面都很好 甚至喔 如果你将来 如果是资料量大的话 说真的用SS 倒也 时候不是很恰当 因为真的跑起来 很容易就卡卡的 那用买Seql就比较没这个问题 如果资料量大的时候 我发现它 可以负荷蛮大的资料量喔 OK 所以如果将来 你们的资料量 非常非常的大喔 你也不用担心喔 用买Seql 我想应该就对了喔